万众瞩目令人激动的决赛终于要来了 王座之争 梅西封神还是姆巴佩佳缅 北京时间12月18日23点 2022卡塔尔世界杯决赛已经在卢塞尔体育场开打 梅西能否封神 或许是这场比赛的最大看点了 纵然他在球场上如精灵般闪转腾挪 但他名字后面的球王二字 仍然让很多人难以认可 这一次 他又迎来了证明自己的机会 在决赛之前的比赛中 此前在世界杯淘汰赛没有打入一粒进球的梅西 已经数次网狂蓝鱼祭倒 拯救阿根廷队于水火之中 他的眼中开始露出让对手胆寒的霸气 但足球的世界是残酷的 冠军只有一个 即便你此前做到了99次就赎 但这一次的失败 都同样能让你坠入深渊 多年以后 人们会记得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冠军是谁 但或许很少能有人记得 哪位球星曾在淘汰赛中打进过多少例关键进球 送出过多少次关键助攻 这就是现实 这就是梅西需要面对的现实 而他需要用这个冠军去获封球王的称号 基利安 姆巴佩 全名基利安 桑米 姆巴佩 洛坦 基利安 桑米 姆巴佩 洛坦 1998年12月20日出生于法国塞纳 圣诞尼省邦迪 法国职业足球运动员 场上司职前锋 现效力于法国足球甲级联赛的巴黎圣日尔曼足球俱乐部 2017年前 姆巴佩这个名字除了对法国足球感兴趣的人以外 几乎没有人知道 当年欧足联冠冠军联赛比赛中 18岁的姆巴佩一战帮助摩纳哥第二轮6-6战平强劲的曼城 凭借竞胜球优势淘汰欧足联冠冠军联赛半决赛 面对如日中天的尤文图斯 摩纳哥败北 但姆巴佩的个人表现得到了广泛认可 斑马军团不逢对此的记忆更加深刻 之后 姆巴佩成为足球界最炙手可热的新星 受到了众多豪门的掠夺 梅罗的老去 正是新王加冕的时机 这场决赛 无疑是姆巴佩加冕的最好舞台 四年前的俄罗斯 姆巴佩已经帮助法国队捧起了大力神碑 四年后的卡塔尔 他继续大放光芒 如今 他突破的犀利丝毫未减 成熟与稳重 却更胜三分 新一代球王呼之欲出 对法国人来说 梅西的眼泪 或许就是他 封王 最好的背景版 如果法国队夺冠 日后人们提到梅西的千古遗憾时 都会想到姆巴佩和他的法国队庆祝的场面 金靴之争 还是梅西和姆巴佩的战斗 嵁西云